今天分享的这套练习可以提升你运球与脚步移动的节奏 介入它会让你切入移动的每一拍都在控制中能够随时做变化 欢迎来到欧文的篮球世界 首先内侧脚积停后积起练习 右侧右手运球球向下同时移动内侧脚左脚切入一步后积停并步 接着积起右手运球球向下同时左脚向下蹬地 球向上同时移动外侧脚右脚切入 第一拍运球内侧脚切入积停 第二拍运球外侧脚切入积起 接着外侧脚积停后积起练习 右侧右手运球球向上同时移动外侧脚右脚切入一步后积停并步 接着积起右手运球球向下同时左脚向下蹬地 球向上同时移动外侧脚右脚切入 第一拍运球外侧脚切入积停 第二拍运球外侧脚切入积起 再次回顾 第一注意内外侧脚两种步伐切入时机 球向下内侧脚移动 球向上外侧脚移动 第二无论内外侧脚积停后 第二拍几起都选用外侧脚切入 最后连续内外侧脚积停后积起练习 第一拍运球内侧脚切入积停 第二拍运球外侧脚切入积停 第三拍运球外侧脚切入积起 进阶,节奏点上的得分动作练习 一拍内侧脚切入积停 形成以投篮为基础的步伐 投篮以及两侧切入 两拍连续内外侧脚切入积停 投篮以及两侧切入 三拍连续内外侧脚积停后积起 做任意上篮动作 介入节奏框架 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发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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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框架 按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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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框架 下转 填框架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框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